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在这个上一个系列呢 我们曾经介绍过感应电动丝 就是当通过一个回路的磁通量发生变化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电动丝 那其实感应电动丝呢有两种 我们今天来介绍第二种电动丝 叫做运动电动丝 也是来自于感应 它产生的条件呢 就是有一个导体 这个导体呢在磁场当中运动 就它有速度就对了 那就会产生一个电动丝 这样的电动丝呢 我们称为运动电动丝 那我们下面透过一个公式呢 再做进一步的了解 这个是一个 我们假设这边有个磁场 好 方向往前就是垂直我们这个黑板进去的 那现在有一个长L的一根金属线呢 以V的速度横割这个磁场 我们知道横割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左右移动 所谓横割意思就是说把这个磁场好像把它切割成两块 或者是上下一动也可以 那这时候呢因为我们了解 金属的导线里面呢会有一些自由电子 那我们知道当电荷呢通过磁场的时候 就会产生磁力 所以依据右手定则的话 好 这时候呢磁力呢 对正电荷来说会往上 对负电荷来说往下 等于说它横割的时候 那负电荷呢都会集中在它的下端 那因为自由电子如果往下移动的话 等于上端呢就是带正电荷 所以它就产生一个电荷堆积的现象 那这个电荷产生堆积的话呢 就会产生一个电位差 这个电位差呢我们就称为运动电动式 那依据磁力对电荷所做的功能 以及这个功能电力的转换呢 我们得到的这个电位差呢 就是运动电动式呢 用这个公式来计算 好 就是导线的长度 还有它移动的速度 以及磁场的大小 好 所以这三个因素呢 都会影响到它这个电动式的大小 好 那最重要的因素呢 其实是速度的因素 因为速度如果越快的话呢 代表它的整个磁通量的变化量呢 也是越大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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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也是越大的 那接着呢 我们透过这个立体 好 我们对运动电动式呢 做更进一步的了解 这是一个U型的一个金属环 好 一个回轮 那这边接上一个零点U亩的电阻 好 那我们拉动这个金属线 好 让它横割这个磁场 好 那拉动的速度呢 是每秒五公尺 所以我们来算出 它这个里面才产生的电流 因为你拉动的时候呢 其实上对整个回路 因为它也形成一个回路的变化 各位同学有没有发现 你拉动它的时候 对整个回路的 跟磁场的接触面积呢 实际上它是增加的 所以依照嫩次定律来解释呢 它因素上它会产生一个 逆时针方向的电流 那用运动电动式来解释呢 等于说正电荷是在这边堆积的 负电荷在这个地方堆积 所以这个电流当然是一定是 逆时针方向的电流 好 所以跟嫩次定律也是完全吻合的 好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运动电动式的公式呢 先算出它的这个运动电动式 这个F0呢 会等LVB 好 我们带进去算 这个L呢是10公分 我们用0.1公尺 因为我们用的是MKS字的单位 这个V呢是5 这个B呢是2 两个T 它的电压呢刚好是1伏特 1伏特的电压 那它的电流呢 就是用这个运动电动式呢 就是它的电位差 然后除上这个电阻 好 我们带进去算 那电位差是1伏特 电阻呢是0.1伏特 所以算出的电流呢 是10安培的电流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这个磁场 我们把它无限的延伸 它以这个等速度的方式呢 一直这样子持续的 这样子通过的时候 它的电流就圆圆的不断的呢 就是10安培的电流在产生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种 发电机的一种设计 好 那有关这个运动电动式的观念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